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和蚂蚁一样 都期待一场身心的大扫除 今天 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真正能相信的只有两件事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道光年间 曾国藩在写给朱棣的信中说 无人只有尽得修业两世靠得住 人生路漫漫 外事需靠自己 钱全名利转头成空 唯有人品与努力 才是真正靠得住的 从长远来看 人生路是靠人品是去打拼 我们常说 不忘初心 初心就是人品 想赢得人生必须靠自己 生活要想美满幸福 必须靠努力 人品是最高学历 要做事先做人 我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强调个人品德的名言警句 譬如 自欲为事 先为人圣 得才兼备 以德为首 得若水之远 才若水之波 古人强调 得在才前 由此可见 人品的重要性 父母也常常叮嘱我们 做事之前 先学会做人 能力固然很重要 但人品比能力更重要 人才二字 人在才前 倘若竟是人品的自我修养与塑造 哪怕才高八斗 也绝对成不了才 人品是人真正的最高学历 是人能力施展的基础 一个人人品好又有能力 一定能获得成功 一个人虽有能力 但人品不好 那他的能力可能就会变成 毁掉他人生的利件 如今社会上 不法高智商犯罪 人生路上 人品比才能更靠得住 德者财之王 财者德之奴 有德而无财 不过是一个粗汉 有财却无德 则会变成一个恶人 财学 聪明 使去良好品德的驾驭 会变成一只猛兽 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 多次提及德及人品的重要性 他说 今日尽一分得 就算积了一身骨 在佣人方面 曾国藩也格外注重官员的人品 人品好 运气才好 生活不能靠运气 毕竟好运气不常有 但一个人人品好 那他的运气也不会太差 人与人之间 人与社会之间 本就该传递美好 一个品行好的人 在将自身的善良与美好 传递出去的同时 也会收到来自他人 或来自社会的美好与善意 江中元为人讲信义 在参加会试期间 曾两次护送有人灵鹫回园集 千里跋涉 善始善终 咸丰帝登基后 赵令部院九卿举荐贤 时任李部左侍郎的曾国藩 举荐了江中元 金安卿财高 理财能力极强 但心术不正 他想进入曾国藩的幕僚 借助曾国藩的力量 达到自己敛财升官的目的 据传金安卿曾七次求见曾国藩 曾国藩七次聚而不见 好人品是人生的贵官与荣耀 他比财富权势更具威力 也更持久 财富权势可能转瞬就失去 好人品则一生拥有 人品是一个人的底子 是基石 所有的荣誉的获得 都是建立在人品的基础上 倘若人品不过关 底子打得不好 不管之后获得多大的成就 都会有他的那一天 看过一个故事 江水被推荐到朝廷做官 可是面见皇帝的时候 却因内心恐惧不敢回答 于是让自己的学生戴朕进宫面圣 皇帝问的每一个问题 戴朕都能不慌不忙巧妙应对 也因此深得皇帝喜爱 皇帝问他 和你老师比谁的才能高 戴朕毫不犹豫地回答 自然是我水平低 皇帝又问 可是为什么水平高的人 反而不能作答 戴朕说 老师年老 耳朵比我略不好使 可他的学问超过我一万倍 因为我是老师教出来的学生 皇上极其满意 戴朕谦虚低调的品性 随后便赐他为汉林先生 房玄陵说 谦虚温谨 不以财地金物 做人有度 为人厚道 是典型的谦谦君子风范 好人品可以弥补智慧上的不足 财气却永远弥补不了 人品上的缺陷 做人要有个好人品 待人以德为先 做事以成为先 努力是生活态度 一秦天下无难事 曾国藩说 天下古今之庸人 皆以一舵子之败 一秦天下无难事 秦字为人生第一要义 曾国藩一直认为 不管是居家 居官 行军 都应该要以秦字为根本 秦就是勤奋 就是努力 努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与年龄无关 总有些人认为 自己年纪大了 不用再努力了 其实这是对努力的一种 错误解读 努力不是外在压力 逼迫你去前进 而是自己内心 对更进一步的渴望 是一种积极向上的 生活态度 人活着就要努力 人生路上 没有不努力 就能获得的东西 努力不是非要做出大成就 而是尽自己的能力 让自己感到满意 人生最可怕的 不是碌碌无为 而是你不努力 还安慰自己 平凡可贵 现实生活中 总有人不努力 反而拿命运做借口 意图获得心理安慰 曾有记者采访李嘉诚 并向他请教成功的秘籍 李嘉诚当时 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 而是讲了一个故事 日本推销之神袁一平 在他的69的演讲会上 也被问过同样的问题 袁一平也没有 做出正面回答 而是将脚下的鞋一托 并当场将提问者请上台 让他摸摸自己的脚板 提问者摸了之后 十分惊讶地发现 袁一平脚板上老箭非常厚 袁一平面对提问者 便说了句 因为我走的路比别人多 跑得比别人勤 所以箭子自然就厚 而当李嘉诚讲完故事 便对记者说 我没有资格让你来摸脚底 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的老箭也很多 李嘉诚早前就在茶楼当过泡堂 拎过茶壶 每天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 后来做了推销员 还是依然要背着大包 一天走十多个小时的路 别人做八个小时 他做到十六个小时 别无他法 因为他明白 在当时的情况下 只能靠着勤奋 才能生存下来 到了十一岁时 他到香港寄人篱下 十五岁遭遇丧妇 就开始辍学打工 在这一路上 年少的李嘉诚 运气绝对不算好 但他并没有放弃 而是更加的勤奋 咬着牙关 无论多难挨 都坚持工作 他从打工仔 一直做到精力级别 从塑胶厂长 做到首富 脚底板的两层老茧 就是他勤奋最好的说明 俗话说 上天总是会眷顾 特别勤奋的人 李嘉诚事业越做越好 运气也随之越来越旺 在每一次的时代变革下 他都抓住了机遇 而机遇往往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 李嘉诚每次在机遇来临时 都会做好准备迎接他 就如他的手表 都要比正常的时间 拨快十分钟 短短的十分钟 却是衡量他勤奋一生的度量衡 正如韩玉所言 夜精于勤而慌于细 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机会并不是偶然 而是必然的 往往只有勤奋的人 才能更多的机会 去实现目标 才能让人能够获得成就 勤奋养运气 所以勤奋才是 通向成功的必然捷径 命是失败者的借口 运是成功者的签词 努力是生活的方式 生活不会辜负 每一个努力的人 即便最后失败 我们也能没有遗憾 坦然面对 努力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我们拼尽全力努力 不是别人的看法 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生命 更有意义 人生路不可能一帆风涮 没有人能天生拥有一切 但是不停地努力 就是不停地改变 不停地拥有希望 当努力成为你人生的 那你的生活就一直充满希望 曾国藩说 百种弊病皆从来生 一个笨人干出一番成就 成为一个大人物 靠的就是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努力 年轻时为科举做官努力读书 为官后又努力修身 立百千兼足而不错驱 从建立乡军到开办洋务 曾国藩都在不停努力 不停丰富自己 儿子曾季红喜欢数学与物理学 曾国藩虽然不懂 但也尽自己所能去了解 去努力学一点 努力既是指为了自己的目标 不断奋斗 也是指不断充实丰富自己 使明天的自己 比今天的自己优秀一点 人生路上有风有雨 金钱与权力 皆可能转瞬烟消云散 只有人品与努力 才是靠得住的 得业并尽 则家私日起 品德与努力二者皆有 又何愁不能拥有美好人生呢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